如果有一天我的立下没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 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 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如果我问你什么 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 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 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 怎么着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你是否让他憨恕不再彷徨 心情爱到最美是陪伴 一个山北朴实农村娃 一个长沙叛逆期上面 一个与父亲事主仇敌狂言不及 一个留守农村 故造挑起家庭的重大 两个孩子七天互换变形 会发生怎样意想不大的故事 大型生活类角色互换节目 变形记第二季剧成长剧统 我是一个微信 深夜里 怕是混迹约电的精灵 这个男生 就是本期变形的主人公 这里是中国西北高原 崎岖山路上 一个小小的身影 攀山前行 最美不过夕阳 这个孤独少年 就这样用自己的歌声 陪自己长大 孩子一直没有走出过大山 他对成立人的想象 还停留在一个简单的层面 长头发大眼睛 不能责怪孩子的无知 事实上 他根本没有机会到城市里去 尽管他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就要启程去山北了 怕这是要干什么 原来少爷 这是要离家出走了 我们庆幸他的有余 说明他还能再思考 而成长的天平 茫茫就是在这 有余的思考间 缓缓倾斜 山北的黄土高破 重大了新一笔 他开始的天性第一天 这个放浪的城里孩子 将会在山村制造出怎样的骚乱 城里的生活 跟梁都村完全不同 您这儿 不是贩卖习惯的吧 他的变情之旅 会一帆风顺吗 喝得早已经是前胸贴后背的他 你开始考虑肚子的问题 你确实吃的不怎么好 你打开外面软件 他就会问你是否要成为城市代理商 这黑黑月月那是什么啊 羊粪蛋子 羊粪 恒金面贵满足山珍海味都不为所动的少年 今天却被彻底征服了 马上就要走进向往的城市新校园 这位来自深山的小女孩 兴奋中流露出一丝忐忑 大家好 没有受过非常正统的家庭教育 会觉得说不真实 少年努力改变了人的传统印象 乡下的孩子不总是被动的 这个下午 哪里危险 爬往哪去 哪里山高 爬往哪爬 放眼准备逃跑的公子 究竟是想找个机会甩开我们 还是在为跑路观察地形呢 我回来 当晚上工作人员向她宣布 没法满足她的要求时 她的心理防线第一次被攻破了 谁也没想到 这个放眼深海的少年 会在此刻潸然泪下 人生翻篇的时刻 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来了 享受着城里孩子司空见惯的幸福和思绪 却飘到了千里之外的山北 我们也许都忽视了 貌似坚强的她 实际上还只是一个15岁的 同样需要大人照顾的孩子 农村孩子的淳朴善良 能否成为指引城市孩子的心灵路牌 我第一次遇见你 当时就觉得你还挺好看的 你有病吧 本期变形季 温情感动不断 等我回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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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